一向来我都认为国阵的成年党把万马娃关于这个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好 我们还要继续的加强我们的宣传的工作 从主流媒体到新媒体 如果谈新媒体我们在下个月我们会主办一个培训来加强我们的网络的宣传 去年我们有做出一些答应或者承诺 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去施行 所以大家不要感到有力说七年答应了没有做 是因为有一些机会等到七年的年尾才呈上名单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决定就是下个月 我们会进行这一项培训的工作 来使到我们能够加强我们的网络的宣传 除此之外就是干性 考虑到大选有可能是今年明年 所以我们的干性也比较要有策略性的 要比较有系统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就是 我们叫做险占的工作 险占的工作 为了确保中央能够卸调 能够安排主讲人和一些资源 我们也做出决定 说从今年开始 任何一个机会跟州要进行干性 尤其是险占的工作 必须要向中央的一个委员会来申请 这个委员会是由我担任主席 还有干性机 还有马青跟妇女组成为代表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 找你整个国家的干性 面对来接的大选 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说活动 我们要不断的做活动 不可否认的三零八国后 有一些机会已经停顿下来 或者活动就越来越少 所以今年我们还会继续的来卸助七位 七团跟妇女组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不断的要做 不断的做一些活动 但是活动 往往我说 违必是要大型的活动 活动违必要给自己的党员 活动违必要有政治的色彩 主要呢就是我们要跟当地的人民 能够打成一片 能够建立联络网 来使到呢我们能够通过活动 跟当地的 可以说人民有一种沟通 有一种互动 那么呢我们才能够 可以说呢得到人民的 可以说谅解和支持 刚才总秘书也有谈到的 就是从308到党还没有重选 我们面对九场的不选 在这个九场的不选 我们国阵落败七场 使到我们感到忧虑的是 那段时间我们看 我们可以说很明显的看得出 就是华社的给国阵的支持 是低过308的支持 万一计划不断的流逝 党重选过后 到今天我们已经面对五场 下个礼拜还有多两场 在五场的不选 党重选过后 我们感到高兴的就是国阵 可以说获得辉煌的胜利市场 多数票也增加 增加从50%到100多% 而对马华工会 可以说呢 值得我们感到高兴的 就是我们开始看到 华裔的显明的流回给国阵 这个呢 我们感到高兴 但是不要高兴的快 太快 因为我们还要面对 另一场更严静的考验 就是全国的来界的大选 什么时候大选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测 我认为这个是浪费时间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继续的做 继续的服务 继续的做出准备 使到国会一解散 因为我们做好准备 那么广大的马华基层就可以开始动 今年也是我党的党选 喜欢不喜欢我们要面对两个考验 五年一次的大选 三年一次的党选 今年是党选 根据党章 那么从下个月 我们要进行智慧的选举 而到西医会 到州分团 到中央 有可能要到九月 或者八月 而有可能性很高的就是 今年也是全国的大选 所以在会长理事会和中委 我们讨论了 讨论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把它 展年到明年大选 我们也看看党章 里面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要展年党选 我们必须要大选后的 四十二个月才可以展年 换一句话 我们是要等到九月 才能够展年大选 这个党选 九月呢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下个月 我们已经要开始进行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要召开一个特大 来修改党章 所以修改党章来使到呢 大选过后三十六个月 我们就可以展年党选 三十六个月就是等于 下个月就是三十六个月 我们就可以进行党选 进行展年这一项计划 和大选过后在六个月内 我们进行党选 我们讨论了过后 我们认为呢 最民主的还是交给中央代表 去决定的 往往我说 领导层的命运 甚至党的命运 是由中央代表来决定的 所以党的任何一个重要的发展 包括修改党章 我还是认为最恰当的 最民主的 是交给中央代表来决定的 我也认为呢 有重要的可以说呢 党的发展 我们也要给中央代表一个交代 使到你投票的时候 也有一点满足感 因为我们已经有给你一个交代 所以今天我们感到高兴的 就是总秘书刚才也有透露 93%的中央代表也签了 要求特大修改党章 所以我们在43号将会进行 这个特别代表大会 来阶的大选 我们的议程是怎么样的 来阶的大选 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捍卫 四五国三四一个州的细位 这个我们一定要怎么样都去捍卫 没有人好像同意这样 第二 我们还要夺回那些在2008的大选 我们所失去的细位 第三 我们还要协助 我们也有这个责任 来协助国政的成年党的候选人 在大选的时候 因为通过我们的协助 使到他们能够获得辉煌的胜利 这个呢我认为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肯定的也会提高我们的形象 提高我们的影响力 使到国政的成年党 能够接受或者认同 说马华是一个有效的政治的伙伴 而不是一个瓦血罢了 那个时候我们讲话也可以讲比较大声一点 因为被接受说我们扮演一个重要的结设 所以这些都是党的议程 我相信每一位爱党的人都会同意 这些是党的共同的议程 对吗 后面的人都没有人鼓掌 好像不相信 谢谢你们 所以如果这个是党的共同的议程 那么我们要不断的做 不断的强调党的团结 党的稳定 而当我们继续的做 我有信心党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43号是党的特大来修改这个党战 为了展连这个党选 所以我们希望在43号所有中央代表都能够抽空出息 可以吗 12号晚上我们有一个晚宴 可以说一个汇报会或者交流会 13号早上我们是游戏来赤巴生的巴骨地 所以以这几句话跟大家共同的勉励 再多一次的感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